位在桃园区的西庙 于清朝时期兴建 早期被列为桃园四大庙之一 文化局考量了有其历史的价值 在去年将西庙列馆为占定古迹 但事后评估庙宇近几年来 经过多次的改建 已经失去了文史价值 因此决定在1月18号解除列馆 这个举动却引起了地方人士的反对 发起了抢救西庙的活动 希望文化局以修复来代替重建 保留西庙原貌 共创参与 保存西庙 在市府前广场 几位抗议民众手持标语 要表达他们保存西庙的诉求 由于文化局现在只规划 保留西庙内部的部分文物 其余建物解除占定古迹列馆 这表示之后进行重建 原有的主建物将不复存在 他们认为这是对古迹的一大伤害 是希望能够以重修代替改建重建 因为其实可以看到这个是 1994年拍摄的样子 一直到现在基本上都还 都还维持着它现在应有的 包括格局跟样貌这样 那我们甚至于里面最早的东西 包括专奖可能是从清代就留下来的 这些都还有学者在考究当中 对所以我们会觉得如果现在 就把它整个迷品对于桃园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伤害 不过在地方上筹备西庙改建多年的人士 则持不同意见 西庙主委尤才登表示 重建筹备工作从十年前就启动 其间他们设法取回西庙被占用的土地 维护年久失修的主建物 避免西庙被建商改建成大楼 这么多努力都是为了让西庙在线风华 而且经过评估西庙现有的建物结构 大部分都已经用近代建材改建修缮 确实没有历史价值 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在重整目前这个状况 热签的部门现款我们已经花了三亿 我们收回这些土地已经花了将近三亿 我们这个那么多的教授 我想即使广义超过二十位教授 共同贫店这个西庙不应该定为古迹 我是希望我们将文物保存下来 我想这样难道这些人的意见 这些教授的意见 还不能代表全部吗 再说我们有五千个乐坚来买回这一块 如果当时他们那么喜欢古迹 被拍卖的时候 他们就应该去把它救回来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那我们花钱去把它救回来 我们不让它变成大楼 我们花钱把它救回来 那今天我们已经这样 我们不能失信这五千个人监管人 那你说要作为古迹 那我真的是无可奈何吧 面对争议文化局方面仅表示 会再考量双方的需求来评估 而重建单位在还没取得执照前 也不能拆除西庙 这起古庙的存留争议 短时间内还会继续下去 好文有限新闻 林德超 桃园采访报导 好 好 谢谢 母带 圣 tha 谢谢大家